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梁 欢迎来到明日正线 那么中美呢正好在这个北京还在进行这个谈判啊 这个进行谈判呢要谈个好几天了 应该是三天两夜的这个这个谈判 这个不叫什么对话 这个直接就叫谈判啊 但是这种谈判呢在我看来啊 也没什么效果 整体对中美的关系 来讲没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善啊 那么所以说呢美国呢 他非要制造一些人为的筹码 他制造一些人为的筹码呢 我刚才昨天那一集我也讲过了啊 反正我现在每天估计出个四集 我也不想出五集了 因为现在实在没没什么太热点的新闻 等到有热点的新闻的时候 我再出个五集 我现在每天弄个四集 偶尔有事情吗 做个五集啊 反正都是会给大家做做戏的啊 能播报的就播报 那么我昨天已经说了 在这个南海啊 美印太司令啊 要去给这个飞庸 保驾护航 提供军舰护航 这个事情我看今天在中国国内开始 网上开始议论这件事情了 大家都都很恼火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马德里山脉号这件事情 你从一开始你就把它给拖走 没有这么多事情 或者你别说那么1999年了啊 就别说那个那个时候了啊 对吧 你就说是这一次这个南海啊 情势紧张以来 你直接就把它给拖了走 你也不击沉它 你只是拖走它 拖走它有什么不敢的吗 诶 鬼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现在你要知道 我们新闻媒体用的词是有问题的 什么叫进南 美国进南 所有南海在这里 叫菲律宾整个国家放弃经济力 和放弃中国的对华关系 整体就是为了来打击 中国 所以说 现在美国认为 这个情势有一点点在这里 就就是这样了 就是菲律宾撞个船 中国挡一下 菲律宾撞个船 就这样 没别的事了 所以他很不满意 他认为 要升高情势 是他不停的来试探你中国的底线 而我们总是被动防御的 我们没有主动出击 所以我现在也认为 我也认为 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也认为 我也希望美军直接过来来 帮助菲律宾来运步 我们倒要看看中央 到底敢不敢干 这是一个试金石挺好的 本身在这个地方 天天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弄了 我倒要看看 他妈的北北京敢不敢 如果美国的军警 过来来 这个来运步了 我看他 我看 我看我们解放军 敢不敢干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嘛 对欧美来讲 局势推高 说不定问题就会解决了 别到说局势推高 我们还像缩头乌龟一样 缩在这里 然后电视宣传片里面 拍那个枪 啃轻 啃轻 弄得跟他妈的表演一样 一样的 我都要看看 是什么样的一副光景 对吧 因为菲律宾他自己 他现在这样子来搞 跟中国海警搞 他肯定搞不好中国海警 他那个船的吨位就不一样 就是说他无意义 对我们来讲 他来撞我们就相当于什么 以卵击石 而淹卵击石 就是说我们的军舰 没什么损害 无非掉一点油漆 可能油漆都不会掉 他们的船子 每次都是撞到那个凹进去 坏掉 他那个钢的 那个钢结构的 那个质量 它是不一样的 对吧 然后日本 还要给他提供这些船只 由日本去给他建造 如果你现在这些破船 抵抗中国不行 我跟你现在 这些破船 然后连台湾当局都老逼的不得了 你中国大陆 不要侵犯日本领空啊 屌的要死 对吧 所以美国现在提出来 来护航 我觉得挺好的 确实需要局势来升高 我看他来护航 我看北京 北京到底在南海这个地方 有没有结局解决问题 口号含那么大 没什么卵用 口号含那么大 没什么卵用 对不对 有些人说 一些人现在成为了什么毒夫啊 是不是 就来看一看 那么现在再来讲 这个中缅边境的事情 昨天我看这个文章 以及中国这个官方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此次军演就是要震慑 缅甸国内反对派 反对势力 那么之前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 中共在那些地方搞军演 解放军演在搞军演 他会讲 他会讲说 这个是震慑谁谁 他不会的 他只会说是例行性的 但这他直接就说 我们这次军事演习 就是震慑一些人 在那个位置 搞军演震慑的是谁啊 在那个位置 搞军演就是震慑的 就是科兴军 对吧 而且解放军 也派了特种部队 过去扫荡 之前就扫过一次 干掉了 他的一些部队 和一些据点 帮缅军给打下来的 也就是说 本来中国 在缅甸搞的是 均衡主义 大陆均衡主义 这个要保持缅军的 一些优势 但是也不能让反对派 他们处于劣势 那么以这样的方式 去控制这个缅甸 但现在情势变了 你看看 你中国玩在缅甸 这个地方 玩这些什么控制主义 又给玩惨了 玩脱了 人家美国现在 直接名牌 我就支持反对派 我就是支持克星军 我就是支持克伦军 你北京怎么办 所以你只能支持军政府 但是这个军政府 我说也是一帮烂逼 我也为什么说 他们是烂逼 你搞什么大缅族主义 你在国内 你要搞这个事情 这个 大家都安居乐业的 一视同仁的 中国比缅甸大多少个倍数 我们才56个民族 其中还有很多少数民族 是假的 是一些汉人 汉族人 故意改成那些少数民族的 为了高考 能他妈的减减分 能有一些 这个补贴跟待遇 是改的假的 对吧 还是他们细化什么 什么民族乡 民族镇 民族村 民族县 搞那么搞那么多干什么呢 缅甸 面积比我们小小的多 一百三十几个民族 你不吓死人吗 你这些民族 说句实在话 黑老缅 人数还不是绝对的 但是他要在那边搞什么大免族主义 实际病 所以现在也要给他 给他绞制的思路 叫他不要搞这个了 一视同仁 发展国家经济 对吧 所以说现在美国这样子 公开在这里名牌介入 之前他还按出错 现在是公开名牌 那你中国 你不得在这个地方 正儿八经的过去 帮助缅甸来提供 军武器弹药 然后解放军 还要在这个地方过来搞 这次军演机器狗 无人机 什么都上了 就是震慑这个克星军的 然后也有部队 直接就过去执行一些任务了 帮助这个缅甸 穿上这个缅甸的这个军装 帮他们一起在那里打仗了 所以说现在 你这样子看来 南部战区 现在压力蛮大的 又要 南部战区只有两个集团军 也就是说74军 要面对 菲律宾 要面对菲律宾 75集团军 在这个地方要打击 缅甸反对派 陆军 海军 空军 没一个闲的 没一个闲的 所以现在的压力 这个南部战区的压力 是蛮大的 所以美国在中国周边 他天天在弄这些事 中国要达到 百分之百的 实控这个局势 所以在缅甸 这个地方 解放军 必须要有驻军 在缅甸 解放军 必须要有 海军基地 成立南部战区 西海舰队 非常有必要的 在蒙加拉湾 这个地方 要成为 要有 要有这个大部队 在这个地方 待着 075 你放在东部战 战区 那不对的 075 都要放到 这个地方 对吧 美国跟日本 不停的在东南亚 搞事情 这个时候 就是考验 北京的 这个决心 不要像 中印边境一样的 打赢了 拖的不敢报 等他妈 11个月 报了以后 你打赢了 你当时直接报 直接他妈 必须给印 不要给印度 把他们都给揍了 后来你看 亚投行里面 你给他 弄了好几个亿的 这个贷款 那不就是 撒币吗 撒币撒给他 哎呀算了 别闹了 给你点钱嘛 这种方法 在现在 现阶段 是没用了 给钱 买平安 息事宁人 是没用了 所以说 必须 必须 要这个出兵了 要实打实的 这个 要打出去了 否则的话 你中国 没软用 你中国 被他们给 给这样弄 弄了你 天天 你就在这地方 被他们给 唠了鼻子走 啊 唠了鼻子走 啊 你要主动的出击 绵北这个地方 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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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呀 你军舰在海上 进行封锁 他武器能过来吗 控制 免 免印边界 他武器能过来吗 啊 对吧 所以要出兵 而不是 现在 虽然说 也有部队 过去打 但都是小谷的 啊 一个加强牌 啊 一个 连 连队 这种过去 这不行的 必须要 大部队 过去 在南海也是 把菲律宾拳给他 给他拖走 对吧 啊 该打 就得打了 打的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你不打 马上 人家 人家就让你 更难看 三千两 两头的那种 过台海的 那那什么玩意儿 东部战区 全程组织 部队跟进 有 有啥意思呢 跟进啥呢 啊 谢谢各位支持 请不吝点赞订划 谢谢观看